有些民眾他們打不到第二劑 然後宣稱自己有緊急出國的需求 就拿機票證明到醫院去接種成功 那打完疫苗之後再把機票退掉 請問我們有沒有接貨類似的情況 那怎麼來防堵 謝謝 第二劑疫苗基本上時間稍微晚一點 但是一定都會打得到 那不用這樣大費周章 這樣也是一件騙人的事情 這樣子不好 因為明天就要打高端了嘛 那想問一下說會不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這個爽約率的問題 因為其實像過去AZ跟莫德納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如果萬一真的是很多人都 又有預約都不來打的話 那這些疫苗是要怎麼辦的 謝謝 有大概分做兩個了 一般的我們會把這個數也估進去 那第二個我們到時候 也會看看如果真的是很多的話 那我們可能還在開放來預約 因為在這段時間23到29這個量 地方施打的量能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有疫苗那有人想要打 那我們就再開